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总统又被立委炮轰了 因为即将卸任的马总统却在这个时候提名大法官 而他提了一个特别受争议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 就当初让他过关的这个法官林俊逸 那么马英九到底是什么用心让民间四改会直跳脚 而马英九总统叫人诟病的还有就是克刚的微调 这个部分呢 为什么明明法院说是违法的 而赵玉部呢却还是执意要执行呢 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什么样不可告人的内幕 在今天震惊还要接给你听 好 首先我们就来抖析 有很多市民还包括很多国民所关心的巨弹 因为巨弹背后还衍生了很多的问题 好 其实在这两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柯P已经有最新的动作了 就是呢已经要派员到这个大巨弹里面 去看看这个里面到底在搞些什么鬼啊 那么大家都很希望就在下个星期一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让大家都知道 这里面到底在干些什么呢 准备接管 柯文哲说捷运局进到大巨弹 随时去进行检视是捷运局派员啊 柯文哲说现在大巨弹工程挖到什么程度都搞不清楚 接下来是北市府跟远雄在谈判 要谈些什么 我们大家请市议员黄山山来稍微跟我们聊一下 市府呢预计在下个星期哦 那么就要来进行谈判了 基于保护捷运板南线还有这个松烟谷记的安全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已经进行了游行了嘛 还有板南线哇很多人都很担心 现在好像都不太敢去做捷运哦 那么现在要要求捷运局的工程小组 进到远雄大巨弹的工程体内 随时来监视工程状况 山山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小组进驻 真的看得到东西吗 总比没有好 因为这是一个BOT案 其实你看他就是远雄自己兴建 自己建工 自己完工 自己验收 所以市政府从头到尾是没有任何的角度 可以介入的 说真的这也是找了一个理由 借口去介入去看 否则依照BOT的精神 我们是连碰都不能碰 因为就算验收什么 那些也是我们发照的时候才可以做的 我们工程过程里面是不可以参与 也不可以介入的 那我想柯市长当然是希望 借由这样子的安全检查 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些相关的事情 我请他来了解一下你到底现在是发生什么事了 那因为前面做的模拟 模拟都是在电脑上面跑的 不是真的到现场去看的 所以如果以现在可能借由几个裂缝啊 或者是借由几个相关的事情呢 我们可以去现场看 甚至可以去现场做模拟 我想这是柯市长的 算阴谋好了 阳谋啦 但是就这个部分的论点来说 接下来你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 如果你不进去不入胡学院的胡子 你不进去了解现在他现在施工的状况 其实到现在为止 市政府的公务员没有一个可以掌握他的工程进度 所以就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 就算派个小小的工程队 只要是专家应该都可以看得出来原委 重点是这样就可以提供这样来谈判时候的一些筹码 很简单下礼拜如果要开始谈判 我连你在做什么我都不知道 这不是很可怕吗 所以派个小工程队进去 像理事长这样专业的话 很快两三下就知道远雄在干什么了 不过现在看起来大巨蛋跟这个百年线 好像变成了命运共同体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要请教理事长 到底在工程上面还有哪些隐忧 还有公安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两天大家很关心的 就是到底是不是大气环境或是地震所导致的 这个捷并战裂开的问题 因为北捷说是装修食材的裂纹轻微的倾斜 所以沿派是食材的本体受到大气环境或是地震影响 不是变味造成的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又听到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惊悚的数字 我们在这里有看到李信源他所提出来的 他说现在看起来这个轨道的下沉 透过非正式的管道 不知道李市长有没有得到这个数据 所以已经有0.25公分 这已经是警戒值了对不对 没有 警戒值是到8个mm就0.8公分 这是警戒值 那么行动值就所谓危险值要采取行动 这个是1公分就10个mm 这个是捷运局他们自己对于捷运设施的一个监测的标准 不是板南线 所有台北市的每一条捷运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让我们看一下那个CG图 就是那个捷运有可能塌陷的那个图 因为我们看到捷运在这个设施的部分 容许变形值 它其实是受非常非常清楚的明文的规定的 比方说不可以造成地下车站出土转 或是明蛙的覆盖隧道承载的这些部分 倾斜不可以超过千分之一 那么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总乘限量 不能够超过2.5公分 地下段的这个潜建的隧道部分 不可以造成任何方向隧道环状扭曲变形 也不得造成隧道任何方向近 近向变形超过2公分 还有轨道的位移的部分 有关水平方向跟垂直方向 都有一些规定 但是到底这些数据 我们现在好像似乎看不到 尤其是在昨天理事长也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在这个潜建隧道的部分 因为它都藏在这个下面 你说大家都要知道这个下面 到底是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数据 到底有没有破裂 到底有没有问题 希望是捷运局能够每一天每一天都公开 我们所知道 如果说在这个潜建的 这个潜盾隧道的部分 只要是眼见到有裂缝的话 就已经到达警戒值了 如果是有0.33mm的话 就已经是危险值了 而地下水压 不管是往下降或往上涨 一公尺就达到了警戒值 往下降或往上涨 两公尺就是危险值了 如果在这些部分都有可能造成 这个所谓的捷运的位移 所以如果说现在它不公开这些数据的话 理事长我们怎么知道 现在的捷运有没有造成伤害呢 是的 所以科匹现在的这个团队 进到现场就可以发挥这个功能 那么它这个监测 有好几项 包括第二所谓的剧烈的变化 隧道 前进隧道的变形 那当然最直接的就是轨道的呈现 轨道的呈现当然就是因为地层掏空 那么它该观测 还有包括这个裂缝的宽度 就所谓 捷运的隧道里面有一些结构性的裂缝 裂缝到达三个mm 就0.3公分 这个都属于危险值 我个人的经验是 如果以板栏线来讲 最直接影响到公共安全 行车安全的是 我昨天有提过就是关于轨道的下限 对 目前它定的这个危险值是10个mm 那我们今天要去追的是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黑箱作业 假设今天科匹没有进去 眼熊永远不会告诉你 这是很肯定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给科市长一个掌声 他为了公共安全 他真的是有这个魄力 那再来他应该怎么做呢 我建议科市长的这个团队 应该根据捷运级现在的这个标准 监测的标准不是这个项目 有好几个项目 我刚刚讲过第二所谓的剧烈的变动 隧道的变形量 还有裂缝的宽度的变化 尤其是轨道面的下限等等 这些数据应该及时的公布 让行车能够确保安全 那么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资讯公开 让现在大家也不必恐慌 因为以我得到的讯息是 0.25公分 就现在这个轨道面的下降 OK 还没有还没有到一公分 但是不代表他不会增加 不代表 不一定 所以所以现在是要赶快去掌握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现在工程还没有还没有结束 因为他还有两米 对还要再往上 那这个两米都是最后最深 挖到最深 这种深开的话是越深越危险 所以一般的工程来讲挖越深 他可能会产生裂缝 或下沉的这种几率越高是吧 对 当然今天防疫员在场 他们在监督市政 我想借这个机会跟议员建议就是 这种公共安全的把关 在大众协议法里面很清楚 就是在这个管制范围之内 就是你在捷运的50公尺内 你想要去做这个第二次的开挖 你必须要提出安全影响评估报告 我们的高铁 我昨天提过高铁很守规矩 高铁一定是微请公正的第三单位去审查 对 我昨天提过 马市长也好 好市长也好 很不应该的一点就是内省 内省的公文院他会揣摩上益 他知道老板就是要盖这个弹 盖这么多商业道 就是要挖这么深 他已经把目标设定在那里了 所以这个案子我这里有一份公文 是捷运局在100年6月20号 各位记得吧 7月20号就会被解约 对吧 这个是解约前的10天11天 火速的发出这张文 捷运局 说他OK可以了过关了 那这个 这个东西进去到出来 可以去追他送件是什么时候 但是核准非常快速 几天的时间 最要命的是什么 内省 就是自己省没有围请 像高铁围请公正的第三单位去审查 我举例来讲 像我昨天提过 101的整个耐震结构的外省 尽管这个不敢审 他当然是围请台霸地震中心去审查 到底耐不耐震101 我们很多50公尺16层楼以上的高层建设 也是送到结构技术公会 送到土木技术公会去审 有一群公正的第三单位来审 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是 捷运局跟静晚处 互提啤酒 他说 我这个本于全责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该你审 该我审推一推 然后就给他过了 对你昨天再次也提到这个 所以山山议员这部分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案子 为什么大家有这么多的疑虑 就是从马市长开始到好市长 一路开绿灯 自己开大门 也就是刚刚理事长讲的 这些审查都在我们议会 要求他在几月几号 没有拿到建照之后 就要解约的前面十几天全部完成 就是那个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大概只剩下20天 他就可以在十几天完成 包括所谓的内政部 包括建造申请 包括融资申请 所有的程序都在那个时间点 就是十几天就完成 包括可能这个捷运局 这是什么问题 这就是我们大家说 这个案子从招标到换人 换蛋 连蛋都变的情况下 然后议约条件还是 回持到原来的零权利金 一直到好市长开始审照 所以你说两个市长是怎样的 到底是 他们当然 你往好地想 他就是想要有个蛋 希望台北市的蛋赶快孵出来 但是他所开的门 他所按的绿灯 也开太多了 一般的厂商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就像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顶心什么东西 都是很特殊的 同样的 就是他只想孵个蛋 换句话说他的逻辑跟邓小平一样 不管好蛋坏蛋 只要能孵出来都是蛋 对他只要一个蛋 所以从他的所有的过程里面 其实真的叫做辅佐痕迹甚深 哪一个情况包括捷运局 你在你的捷运结构旁边 我们一个小老百姓要挖一点点都不行了 你竟然完全就自己审查 它是安全的 而且我不太懂工程 但是你也可以想象 你的在这里 你旁边这么近 挖一个比你深的东西 那个土一定是往那边倒 你的结构一定会位移 这是大概常试都会知道的 所以我觉得案子还是一样 我是觉得检调应该要查了 其实我觉得检局对于 国附建议馆在五号出口 那个大理石产生裂缝 它的说辞我是没办法接受的 它说什么大气环境影响 因为国附建议馆有五个出口 如果大气环境影响 应该五个出口应该都会 甚至整个在市中心 那个中校东路三四段附近 因为那个大气环境 应该差别不大吧 所以怎么会只有那个出口 会有裂缝 然后其他出口不会有裂缝 这个说法我是没办法接受 我是高度怀疑 跟大巨蛋施工有关 其实我们要知道答案很简单 因为有人跟我讲 有专业人士跟我讲 他说其实当时捷运局在盖 就是捷运在完工之后 不管它的隧道的部分 隧道本体还有轨道的部分 他们都有装电子监测仪器 而这个仪器 它是直接连线到电脑机房的 所以它每天的资料都会有 都存在捷运局 或捷运公司的电脑里面 其实很简单 不管联政委员也好 或是台北市议员也好 其实只要跟捷运局 去调阅这些监控资料 你从大巨蛋开始施工 开挖地下城的开始 开始的每天的监控资料 到现在你去做一个比对 现在捷运局虽然跟我们讲说 是0.25公分 还在安全范围之内 可是如果说原来是0 那哇哇哇哇 现在变成0.25 就看看速率 对 那有可能是跟巨蛋有关 因为这可以做科学数据的分析 我觉得这个部分 台北市政府 其实应该可以把这个资料公布 让大家像余理事长 这种专业人士 他一看就知道说 这到底有没有影响 对 因为台北市政府 其实是自己就可以 从捷运局调这资料 他不需要人员 进到大巨蛋里面 去要求大巨蛋提出 远熊提供资料 我现在就可以很肯定的回答你 这个初始值是0 对 一定是0嘛 一定是0 这是百分之百确定的 这个不必发言 所以现在0.25到底是大巨蛋造成 还是自然的呈现 当然 NO 这个就是 生开花 就是本来13米半 变成22米6的一个警讯 他已经传达 第一道的警讯 告诉你说有危险 因为昨天下午 昨天中午我去看 在5号出口旁边 很明显那个地层下陷了几公分 那就地层掏空 地层下陷的现象 这个地表 就是在那个人心道 上面那里 12.7那个地方 那更深的地方 就到轨道面底下 16到18米底下 那里一定是跟着变动的 就0.25是这样 这是有因果关系 不必的 只不过说 他现在还没有到达1公分 这是确定的 那这个问题就很有趣了 如果说他的陈线 是因为旁边伸开挖造成的 那其实那个可以做一个对比 就是你巨蛋的地下室 挖到几公尺之后 这边开始出现陈线 然后那个陈线的速率 如果说假设 这0.25是最近半年才发生的 那就很吓人 所以将来会不会继续陈线 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其实市政府 自己有资料 其实应该可以公开给大家看 他们非常笃定的一件事就是 捷运做了1米厚的连续壁 对 巨蛋的商业道理 做了1米厚的连续壁 他认为这个1米厚的连续壁 做了40米深 可以挡得住 是很安全的 但他忘了一件事 这个东西是地下连续壁 它是用特密管 我昨天提供特密管插到40米 钢筋都摆进去 然后铺泥土从底下挤上来的 所以在挤的过程 是会有泥巴会有土 夹在里面 也会在街头 这些地方都是水沙 土沙会渗过来的 对 他们忽略这个 如果这个东西是在地面 祖火板直接打 那当然是百分之百是防水 防水性是可以的 在水中 在地底下那么深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 做到百分之百了 所以他们设计的人也好 远雄也好 捷運局 对于那个一米后的连续壁 40米深啊 认为是绝对安全 我倒 打问号 对 当然是打了一个问号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 那个0.5 当然就是生化造成了 只不过说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 从现在开始每天累积的 不是只有这个 轨道下面下线 还有我刚刚讲隧道的变形量 地下所谓的变化量 还有裂缝的变化的情形 对 这些要及时的让 所有的民众知道 你自己决定嘛 你这次要不要去搭板南线 你看到这些数据 如果你不懂 你可以打电话来工会 问这些专业的技术 会告诉你 好 听到理事长这么分析 让我们是越来越担心 如果这个大巨蛋跟板南线 真的是命运共同体的话 那么接下来 大家真的是要捏把冷汗 我们带你再回顾一下 在这个4月22号 何志伟是议员 不是测量 在古副金链馆的5号出口 这边筑体多处有 这个缝隙啊 站体还倾斜了有15度吗 那么我们看到 白天被踢爆说有裂缝 到了半夜呢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张 捷运局的包商 就到场去施工了 在这个现场呢 他们并没有穿制服 那么他们到底是谁呢 好 后来啦 捷运局就说 他们是包商啦 那么来这里做什么呢 他们是来施工的吗 是来灭镇的吗 被大家怀疑说 他们是在更换食材 你看看这里是什么 这个就是5号出口 那个人行道下旋 下旋以这个看起来 应该有两三公分啦 已经有两三公分了 两三公分如果延伸到 轨道那边就是大一啦 对啊 但是这里的两三公分 不代表轨道一定是两三公分 那个不成比例啦 但这样的警讯就告诉你说 你因为掏工 因为土壤流失 所以地平下旋 这个很简单 这个小朋友都懂 当然是因为你造成的 这个跟大理石 什么施工 食材 那个胡说八道 所以李治长我要问的是 如果说警察局没有派人来做这样的检查 就直接先派大理石工人说 来量一量大小 说要先把它 补起来 补起来 你觉得这样对吗 这个因为没有证据嘛 所以我想柯P赶快派人进去是对的 远雄也好 捷运局为了掩盖事 所以赶快 就是派你就对了啦 好 所以我们看下一张 他已经派了捷运局的人是 可惜说柯P不太看政经现实批啦 那我们也没办法 他只要把资讯公开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又是因为互数 因为他们整天都玩了24小时都在互数啊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游易呢 他就在这里发表说 接运局怎么没有刊业 还说没有问题 态度轻率 急着补破洞 虽然是破坏了激震 然后我们看到零件12点多 还在施工 好我们再往下看 那后来北界不是就说是什么结构产生的问题啊 是这个什么食材本身的裂纹啊 因为外力啊使用过久啊 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副局长张泽雄 是不是应该要再做说清楚 还说这是容许范围 可是在这之前好像没有人看到 他们有去做任何的调查啊 没去做任何的检测 好我们再往下看 这一张我们就请大家来仔细看个清楚了 这张是什么呢 好这是游易所提供去年10月远雄的 监测系统报告的一个截图 头下方这里是光复南路 好来右边这里是中校东路 SM47就是国负金银馆站的5号出口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 这就是产生裂缝的地方 理事长你帮我们看一下 听说在这边所标示的 所有的黄点的这些部分啊 好像都是所谓的警戒值的危险区 对 是不是尤其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5号站这边 有一个好大的黄点 所以合理怀疑说 这是地层下线持续恶化 可是哦 这样子一个图后面的持续资料 好像就没有了耶 就没有拿到了 对不对 好那是不是可以转到我的iPad5 我来说明 昨天到现场就是拍的 这个是我拍的 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那个点 这个地方已经下线了 那这一头高 那往这一头 你看 这个是他当天晚上 这个缝隙用柏油把它补起来的情况 那两头往那边也高 往这一头也高 他又为什么要用柏油 不弄好漂亮一点 柏油真的很丑耶 要灭这里要灭的稍微文雅一点 临时找不到好东西 临时找不到 半夜嘛 半夜嘛 这个是地表 红砖人心道的 在就刚刚那个位置啊 是的确是有下线 的确是在现场拍的情况 巨大 巨大 那个问题 那个问题其实是我非常担心的三个问题 其中一个板南线安全 第二个安全问题是 我昨天一直要强调这个共构这个问题 对 连在一起 共构的问题啊 我们如果以101大楼为例 我昨天提过 101的大楼 这栋大楼跟那个 矮的那个群楼之间 有缝隙 六十公分的碰撞的距离 目前是分开的 对 那为什么当时的结构外审 如果马市长 质疑一定要盖三个大楼 要盖这么多的第二次 盖这么多的量体 起码建管也好 结构外审也好 跟101一样 让这两栋建筑物不要不要盖在一起 我举101为例 它是千温之二十的量 就是高度 我们那个第五层 101那个第六层 大概是六层楼 一层楼五米 所以三十米 30米乘以千温之二十 所以它流了六十公分 0.6公尺 就是我们的那个群楼 跟101之间也流了六十公分 这样一道深作缝 地震来的时候 两栋大楼不会碰撞 但是千分之二十是个理论值 对不对 就是需要这样一个词 101用高标 我们的建筑法的建筑技術规则 是规定一定要有千分之五到千分之十五 那101跟巨弹应该都用高标 如果这个64米这个巨弹 千分之二十是多少呢 是一米二十八 就是说这两栋大楼 这个巨弹 应该距离一公尺 商场一大公尺 对不对 那它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连体员 黏在一旦 现在是共共 那我请教理事长 像这种结构学上 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他们不这么做 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懂吗 另外一个绿灯 还是因为说他们不要省这个1.28 防疫人刚刚讲绿灯 他又开了一个绿灯 所以他开了很多道绿灯 市长这样建筑成本会差很多吗 大概使用上方便性的问题 比如说他想说下雨天就很好用啊 连在一起就接运一下 对不对 确认郭街买东西比较方便 我不晓得他们的思维是什么 包括远雄也好 包括马市长也好 我觉得他们没有把公共安全放在心上 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在质疑的 阪南线的安全 你如果有把市民的行车安全 考虑在原地 你不要盖12米7嘛 你退个50米退个100米 你真的挖22米6 OK 就让你挖吧 所以理事长 这是不是就是柯P之前讲的 远雄太贪心了 他因为要盖商场盖什么 他引路都是因为经济考量嘛 量比就太大了 理事长我们来看到 在这里不是警戒区吗 中校东路这边有好几个地方 因为他在施工嘛 所以我们看到光复南路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 我知道在这边100号就是华市嘛 这边什么国连饭店对不对 然后这边一些吃的 还有春水糖很有用 听说你家从13楼变12楼 我们刚刚那个点 我拍的那些照片是在这里 对 可是理事长我要问的是 其实我知道在100年的时候 像之前清皇他们上演提供一些照片 就是在这个已经是横跨马路了 已经超过这样的距离的光复南路 他们的大楼就已经产生了裂痕 而且都已经有渗水的现象 如果在他们这么远都受到了施工的影响 而产生了裂痕以及渗水的现象 那么在这么近的这个捷云的线会怎么样 这个深开花这种深开花的施工 它的土壤会侧向位移 也就是虽然我们这里做的连续壁 但是你挖得太深 所以这个土壤会挤压 土壤会往这个地方变形 所以马路也好 对面的大楼会跟着倾斜 会跟着倾斜 这是关于变形量的问题 那么还有地下水位 地下水位会受影响 OK 所以这些都是造成附近 因为黄大县医院经常在做显明服务 他隔壁盖捷运盖大楼 要损害到林房 跟建设公司没办法达成科技 他竟然要处理这种损迷安全 这个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损林 只不过这个林 这个邻居是马路 是对面的大楼 所以比较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如果来看一下捷运的那个 可能会他的那张图的剖面图来看 如果从这边来看的话 因为这边如果是裂缝 或者是渗水 好 反正就大楼嘛 把它回弧地下停车场 或者地下室就算了 但是如果我们来回到这里 就是刚刚说比较接近的 这个12公尺的这个捷运站 或是在上面的捷运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浅盾隧道的部分 如果是0.33mm的裂缝 0.3mm的裂缝 是三个mm还是0.3mm 就0.3公分 是0.3mm 对0.3公分 就三个三公斤 0.3公分也很小 很小 那么一点点就已经 就这个是在讲这个浅盾隧道 我们那个浅盾隧道是分离土 那个裂缝如果大于三个mm 也是跟轨道 轨道的那个沉线是一样的危险 就是危险值了 对那是危险值 好如果说这边发生了像这个危险值 如果再继续往下裂的话 会会发生什么状况 那隧道会有问题 会会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吗 当然 严重的会崩摊 会整个摊掉 不过那种几率不高 其实在这里我们要面对的比较可能的风险是 我昨天一直提过就是这个 轨道下方的掏空跟沉线的问题 那个几率不大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在新一路 我不要去讲那个大楼名称 在新一路有一栋大楼 因为也是离新一线很近 当时施工的时候 对它因为挖得很深 跟这个要挖得很深 那是民间的建设公司 对 我告诉你 那个隧道 因为这边挖深了 所以这边解压掉了 所以那个隧道本来应该圆了 变成就扁了 就变了好几公分 OK 这个事情都没有被揭露出来 当然送外面到工会来申请鉴定 那个案子我办了 我们找出原因 然后帮他替剃伤 OK 隧道内部就用 用这个钢骨结构 钢板把那一段保护起来 让隧道的变形 不要持续 好险 不然哪天突然那个 捷运发现说 它被卡在隧道里 一个是可能隧道会变形 一个隧道会裂 这些都是隔壁有身高啊 对我们捷运的风险 这些我一直想不通说 为什么为了要让鸡蛋的营运 可以维持下去 冒这么大的险 盖这么多的商业道路 盖这么深的地下室 甚至危害到板函线 还有这个结构安全 而且有余力的情况之下 像黄议员刚才一路开绿灯 黄议员现在轨道下线 非正式管道得知的消息 是零点二五公分 但是言黄说 好像现在已经证实了 是有零点二五公分了 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 大众协运法四十五条 在禁建 限建办法的副表里面 后面也有规定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子 哇 而且又将它往下 再延伸到二十二点六公尺的话 事实上它是每一个星期 都必须要去监测裂缝 监测它的水压 监测它的地层的呈现表 等等等等的数据 都一定要提供给市政府是吗 是啊 依法它本来就是 那它现在有资料吗 应该是有 但是可能就没有给民间团体了 这个就是柯市长可能必须要再把 这些资料公开 应该是有 因为监测的资料是 因为我跟各位讲 因为理事长常常把我做零损的鉴定 就是我的房子坏了 最紧张的是谁 当然是我嘛 我当然要去告那个 把我房子弄坏的人嘛 有人像捷运公司这样 自己偷偷补起来 假装没看到吗 你不觉得奇怪吗 今天我的捷运站 可能有被你弄坏了 我第一时间就是要赶快出来指控你 你可能帮我弄坏 然后干嘛 请公会马上介入 然后列管 然后进行监控 然后什么 然后鉴定 然后责任是你的 你就要赔我钱嘛 帮我修好嘛 这最基本的SOP 我们的捷运局现在是怎样 是还有前朝的余孽吗 就是捷运局跟远雄是一家人 你们到底是要保护捷运呢 还是要保护巨蛋呢 如果以柯市长的 我在想说 可能是柯市长上任四个月 还没有办法掌握所有的局处 所以让这些捷运局 哪有人房子弄坏的人 自己来说 我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房子坏了 而且还自己半夜偷修 对 捷运局的态度 找进很多的理由说 我的那个建材不太好 我的食材有问题 您有打一个受害人 是这样的态度 我觉得捷运局对老板换人 好像还没有醒过 他们还是以为是原来的老板 捷运局的老板一直都没换过人 大老板 所以这个案子很清楚的是 如果真的有所谓零点 不管是几公分 只要有这些监测资料 第一全部拿出来比对 第二不要吵架 就送第三公导单位 你来鉴定嘛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吵也不用说你远雄说了算 或我市政府说了算 送公会让公会来鉴定 因为我们所有的民间的零损案都是这样处理的 大家都不要吵了 你也不要讲是我 我也不要讲说一定不是我 大家就把这个案子进入列管程序 什么叫列管 我们台北市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法案叫做 零损列管的自治条的办法 所以只要你有被人家弄坏 你来台北市政府就帮你列管 他都要拿使用执照要所有帮你修好 我才给他使用执照 所以这是最简单的 捷运局你是受害人 请你当一个受害人吧 这科市长已经派人进出 到底会不会给我们真相 我们稍后回来要继续追 那五月就是没雨季了 到了七月又是台风季了 那么在谈到大巨蛋的时候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淹水的问题呢 其实在过去的台风经验当中 我们也都曾经记得 这个基隆河水 在突破警戒水位暴涨的状况之后呢 他可是有曾经从堤防的缺口 灌入台北市的状况 台北捷运的板南线曾经有过 还有淡水线 还有台北市站等等的地下铁路 都遭到洪水淹没 也造成了像中校东路啦 内湖啦 南港啦 汐止等处严重的淹水 台北交通曾经陷入空前的严重混乱 像那里台风曾经就是哦 我们来看一下东京 东京他们的大巨蛋 有一个排红的装置 像这样的一个排红的一个系统 那在我们的台北大巨蛋的状况 好像目前也没有再谈到 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回到剖面图 如果来看一下的话 其实昨天理事长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如果发生地震的话 像是今天下午的2点11分 尼泊尔才发生了7.7的强震 哇 其实这种灾难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你说好 这个巨蛋本身没有问题呀 可是因为它没有那个摇晃的距离 所以它蹦蹦蹦蹦 一直去撞那个伤城 就有问题了 好 现在如果说发生水灾的话 水有没有可能灌下来 然后接下来会怎么影响板南线 是上次纳粒台风的板南线 几乎大淹水 然后淹到收购百货 那那次当然追究原因是因为 一层抽水机坏掉 被水淹坏了 洗不动 然后就全部都泡在水里面 所有抽水机都荡掉了 所以造成这个大淹水 那以鸡蛋的情况是 如果说板南线淹水 当然会水会浸到鸡蛋 应该它有一个像马前市长 他不是在讲吗 在他的专访里 他留了一个八十米的通道 水当然会从通道进来 那就是这边的人 出上去要搭捷运嘛 那条通道 收购是因为有一道 也是有一道门 从板南线进到收购的地下室 收购跟着带淹水 那这边淹在影响到 捷运的几率不高 是应该讲说 捷运万一淹水 是可能进到这个地下室 其实一点我们也知道是 如果说大军战现在要进驻的话 我也接下来下周进行谈判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些问题 我现在不知道 柯市长要拿什么资料 来去跟远兄谈判了 柯市长现在有很多方法可以谈 第一他的攻期延宕 这大概已经无庸置疑了 那第二个当然安全检查 现在看内政部的一些回复 就是出来指控什么 林青蓉曾经是审查委员 审查的时候的署长 那就表示内政部都承认 他们自己的评定不合格 也就是说 否则干嘛要推给林青蓉 好如果这个评定不合格 很简单 连建造合法都有问题 如果刚刚理事长讲的 连捷运局的这个安全 捷运局就这个部分也有问题的话 那整个建造其实就是归无效 如果要撤销整个建造的话 就整个就是这个大违建 大违建只有一个做法 叫做财务还低 所以今天下午的拆占大游行吗 所以聚集这么多人 这当然是民间团体很大的诉求 但是我觉得柯市长 他手上的武器 我说行政单位 行政单位有很多武器 只是要怎么用而已 我相信第一个 他现在看起来就是 安全是没有办法用讨论 也没有办法用桥的 那安全的部分你一定要确保 如果没有确保的话 柯文哲今天用任何方法 接受了远雄的方案之后 都会被我们所有的台北市民唾弃 所以我不认为他会放水 只是在不放水的情况下 怎么确保他安全 又可以解决我们台北市 这颗蛋到底要留 还是要拆 这个当然会是非常头痛的问题 因为这真的是台北市很重的 这个蛋我们都不在了 这个蛋还在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这将来只剩是会被效果 照这样跟下去这个蛋可能会不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照样就这样好了 好 我们再来看看 理事长所谓的问题 接着谈黄议演刚刚提的是一个重点 除了公起 解约 然后收尾 眼熊出场 什么都不要赔 这让他最如意的 不过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争议 我觉得另外一个途径 他刚刚抓到重点就是 基本上在建造的核发过程 有许许多多的公务人员涉及图纸 就是让公权力睡着了 该省未省放水开绿灯 也就是这个建筑执照 当年在100年7月1号之前 核发的是违法的 那这样就是至少就有得谈了 就说你是违当建筑嘛 那就是拆掉了 那这里面我要谈的就是 这个方面就是说 他是一个不良的 不好的结构的设计的太阳 为什么101是这样设计 这个这么重要 这个人更多啊 进到大鸡蛋听演唱会看比赛了 对 更多14万人 我想101塞不了14万人吧 那为什么那里 一样是台湾大写地震中心审查的 是有什么样的情况 让这些审查委员 让你说你不照一般的留碰撞距离 就是真的你要盖 我们这些结构专家闭嘴 我们要闭嘴就是什么 你如果照101来 像101我没有话讲 101我刚才讲过 千分之二十你踩高标的碰撞距离 我们没有话讲 我们没有理由设计一些政治的口水 专业就是没有什么政治立场 对就对不对就不对 所以我一直在批马英九的原因 在于说在于说你为什么把这个公共安全 这么的不重视 这里你真的要这样盖 你留碰撞距离 64米乘以千分之二十 就1米28 你结构外审过了 OK没有话讲 我们不讲话 刚刚讲淡水 那个板南线捷运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个安全影响评估报告书 这个是大众捷运法里面规定的 50米之内 对50米之内 你是什么公共安全员堵职啊 对 你应该做实质审查 你能力不够 你根本不应该去审 你应该学学高铁 台湾高铁 台湾高铁的每个案子都是 围请第三工程单位审查 如果从这两个审查 我们防火消防避难的 那个东西是叶士文对于审查委员的意见 他说是哦不是 他就发了那个庭令书嘛 那是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工坊有三个点可以去切入 对 那当这一审查都有问题 当然是构成策照的理由 因为黄一元是大律师啦 所以他我觉得不错 你当柯P的顾问 从这三个点去切入 把他打成维建 我想远雄 理事长 今天这个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游行 这个附数拆弹大游行 其实我们也很希望说 如果他真的变成公园的话 我想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 但如果他是大巨弹的话 我倒还不见得什么时候会去一趟 好 那么今天这个游行 其实是从附数联盟来的 但为什么呢 我们先带您看看这段画面 这些树是河湖南路有了 以后就开始 有二十几棵一系之间 全部被扯走了 昨天晚上的事 就运走了 但是照行政院 树木鱼之华 他应该是先修枝 断根再移植 中间的过程 必须要少六个月 为什么一系之间就可以搬走 这令人非常非常的困苦 平中间那边 分个岛那边的树 他们也可以砍 也没有任何人勾文 然后他们就可以这样动勾 然后还要逼迫我们 还要跟勾人这样 台湾人民这样自相残杀 真的不懂为什么 我还要万一在那边 放树把土把它盖回去 外走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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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走外扫了 外走外扫了 美人都外扫了 帝级平宫 我应该坚宋 我应该坚宋 我未能坚宋 我都是恶福 我都是无数 和安大人 你们咋叫我 想要補性命 妳不知道嗎 現在是臉這樣 就會乾淨嗎 我會 為什麼我都沒有來 為什麼我都沒有進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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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乎人是全部都彈跳 拜託 她的心痛也不舒服 妳要聽就把她聯絡 看這樣 妳稍微接近一下就好了 仍然說我開心 這是不應該的 不管怎麼樣 我知道一件事情 人沒有術活不下去 好 人沒有術活不下去 為了要救術 所以我們看到從2009年的2月到4月間 他們就不斷地在吵這件事情 一直到2014年 其實你看吵了幾年 2011 12 13 14 5年 那麼在整個過程裡面 還包括了有學者的連署啊 那麼中間有一些拉扯啊 然後市府又怎麼跟他們 後來又涉嫌包庇了 最後我們來看到下夜的是5月13號 終於 變更道路不避砍樹 在這部分好像獲得了戰時性的勝利 但是後來我們看到市府又避不出面了 然後又護航大巨蛋趕工了 然後看到又開始針鋒相對了 我們再往下看 不過短短才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馬上發生 怎麼就絕對是必案呢 又遞到連鎮鼠去了 然後呢就看到夜間殺死車 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然後就開始增加了六倍 然後居然環差就闖關成功了 就開始硬幹了 本來是只移兩棵樹 變成只留兩棵樹 我們再往下看 本來不是說不必砍樹了嗎 怎麼最後搞成這個樣子呢 最後呢 只好我們看到尤以先生出來 打臉大騰熊 希望趙騰熊 希望柯P是不是你完全解密 這整個的過程 除了樹之外 還有多少見不得人的黑暗 還有多少不可說的弊暗 在這裡面呢 金黃 其實你知道對護術團體來說 他們的訴求其實都很明確 就是那些術本來在國福紀念館周邊 然後在大巨蛋的基地內 那些術本來都是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的術 然後那些術其實跟當地的居民 一直就是生活 生活在一起 然後也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 對一個都市來說 這些綠地其實是一種什麼 它其實是一種光榮 是一種驕傲 也是民眾生活的一部分 那今天你要把這些術砍掉 你一定要有相當充分的理由 才能說服當地的居民 為什麼可以接受砍樹 那你知道在這過程中 我們當然我們已經看到 就是說這顆大巨蛋 已經被蓋成一顆碧彈 一顆微彈 一顆又髒又臭的彈 那不但是過程中 有許多的弊案的可能 那甚至他也可能會 替當地的居民 或是替安全疏散的東西 帶來很多的問題 好 為了這一顆蛋 我們付出了什麼代價 我們付出了當地的樹木 被砍的剩下沒有幾顆的代價 你知道在好紅斌任內 好紅斌市長任內 一共砍了幾顆樹嗎 在好紅斌市長任內 一共砍了894顆樹 在基地內 都是由台北市政府自己處理的 那這894顆樹 目前因為本來市政府告訴我們說 他把樹移植到其他地方去 但是移植之後 這些樹的存活率其實很低 這些樹存活率不到六成 只有三成多而已 這個是市政府自己移植走的樹 這些在當地種了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的樹 然後其中還有像印度紫潭這種很珍貴的樹木 紫潭啊 對 你們也把它移走了 然後讓它到最後也沒有活下來 那他們其實最難過的是 有一顆就是台北市最大的老張樹 其實在那個松菸的基地內 那顆老張樹當初也死掉了 這顆老張樹死的時候呢 他們這些複數的團體 還跑到當地去幫他們辦一場 就是追悼會 然後後來遠雄自己呢 有多少顆樹死掉啊 這樣算起來 蘇菸移走六百棵樹 兩百 三百多棵 你九百棵去算三百 大概只剩下兩百多棵存活吧 大概六百多棵都死掉了 會不會有一天突然變成漂流木 沒有沒有 我有看到由於他們寄給我的照片 還有一些影片所看到的 在那個陣子叫做老樹坟場 對 他們全部都弄到那邊去 然後其實他們就是樹會在那邊死掉 都在那邊等死啊 對 可是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 其實樹對人有多重要 已經不需要我們在這邊講 就大家都知道 對 就光看 就只要問有騎摩托車的 夏天八月的時候 你停紅綠燈的時候 你要不要在那個樹下 一定要 否則你停個一分半 你皮膚大概就受不了 對 在都市當中 樹 是如此珍貴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 市政府其實一直沒有 還有遠雄 我覺得遠雄的態度 比較更可惡 所以遠雄一直沒有把樹 當作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好像不覺得 不覺得樹在都市當中的珍貴性 那 所以 我們還記得遠雄的趙騰雄 他曾經跑出來罵這些護術男女 他說 那些樹那麼醜 我把他移走了之後 他們可以在那邊活 可是重點是 你移走了之後 他們沒有在那邊活 而且你憑什麼說樹很醜 你比較醜吧 所以你怎麼可以去平斷那個樹 我忍不住要在那邊批評他的外貌 這沒辦法 因為他假如這麼不入流的話 過去有好幾個 要選什麼新北市啦 選台北市 其實他們在政見當中 都非常慎重的列說 未來四年 我要在這個地方種下多少多少棵樹 你就可以知道說 當政治人物把種樹 作為他的競選承諾的時候 樹重不重要 樹太重要 而且你砍的那種是幾十年的樹耶 就你一點都沒有珍惜 就他 你砍了一棵 他就少了一棵 可是 我覺得市政府在面對遠雄移樹這件事情上面 一開始真的是輕忽了 當時是郝龍斌市長那個時候 就他們半夜 然後施工的時候 就把樹劈啪就弄走了 那所以我覺得在接下來的這一段過程當中 我覺得對於樹 台北市政府要用一個 跟過去完全不同的態度 就這件事情其實對台北人來說非常重要 我覺得那件事情還要再講清楚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移樹他們移了 就是國父建議院周邊的樹 移了樹就是為了做那個連通道 所以他要移那邊的樹 所以那時候他們副樹團體有說 不要請不要請郝龍斌不要霸凌孫中山 就是你不要為了就是那個連通道 然後把這些珍貴的老樹移走 但是我覺得這整件事為什麼要講清楚 是說在這整個過程之中 我們先問一件事情 中校商圈到底還需不需要百貨公司 OK 當初馬英九之所以做這樣規劃的原因 就是他講得很清楚 他就是為了那棟商場 他就希望那邊可以有商展 希望那邊可以有會產產業出現 那其實他自己講的更明就是說 那邊打棒球的時間 可能一年就根本就不到十分之一的時間 會拿來打棒球 那事實上我們知道國內的中職 也不太可能願意到那邊打棒球 因為實在太貴了 那個也沒有人付得起 所以你根本那顆巨蛋 跟原始的初衷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在這投資計畫書裡面 原始投資計畫書遠永提出來還有什麼 每年說還要拿三百萬出來 贊助那個什麼中小學去打棒球 結果到簽約的時候這個條款就拿掉了 所以你們根本沒有什麼 就是在這邊真的要發展什麼 棒球產業的這種誠意嗎 你們就是想搞商業 那你為了要搞 在這個地方搞商業 就像我們剛剛聽 三三議員說的 你們大開綠燈 而且那些綠燈 你們根本沒有考慮到 人命在這個地方的安全 你們不考慮到 人命在這個地方安全 然後你給他做出一個 會危害到當地居民 甚至危害到去現場使用這些措施的 那些未來可能去的人的生命安全 你們都不管 不管也就算了 你們今天還把當地的樹直接砍光 然後等於台北市民呢 得到一個有危險的地方 但是卻付出了把這些樹 犧牲掉當作代價 這到底哪裡有所謂 符合所謂的公平正義 我一點都看不出來 而且在歷次的都審裡面 就像我們在講的 你們到底是做什麼樣的審查 其實我也想請教余理市長 就鋁管蓋的範圍距離古蹟 從本來有21公尺縮短到只剩下8.6公尺 這樣子去做施工開花 對古蹟真的不會有影響嗎 當初的都審為什麼要放水讓它通過呢 這其實是我們覺得 那時候的市政府好市府 好龍斌市長 你真的應該好好出來講清楚 好好面對台北的老百姓 我想把它從三個層面來看 你就知道這個政府的荒謬 你還記得當時花博花多少錢 花博的目的是什麼 希望台北市更多的綠樹 更多的這個林蔭 然後更美的城市 所以基本上如果今天好龍斌 他是一個如此在乎 一個城市風嗎 後來他還有什麼設計之都 設計之都裡面 也是包括了所謂的 就是森林的城市綠化 你花了上百億甚至幾千萬 上千億上數十億去做一個規劃之後 你對樹的本質不在意的時候 你明顯看出來好龍斌很清楚的 他只想花老百姓的錢 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到底這個 所謂的什麼花博 這個城市設計到底是什麼 所以第一個真的要譴責的是 好龍斌的荒謬 但是第二件事不要忘記了 當時在移樹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人也在裡面叫金輔充還記憶的 移樹的事情金輔充還說 這個移樹就按這個標準去做 這個標準是什麼就是把它全部就是砍掉 那我要問一件事 如果今天金輔充就是馬英九的 左右最重要的人的話 很明顯的事情是他們在乎的事情 是這個土地可以創造多少的商業價值 而忘記了其實在你一個城市密度很高的時候 你需要是更多綠化 所以我就想一件事 當時阿典做一個大安森林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也是出來抗議 因為說要拆民房 但現在大安森林變成是 台北市唯一市中心最大的肺活量的時候 我要問一件事 那馬英九這八年你做了什麼肺活量 沒有耶 他把可以將成為台灣 台北市讓年輕的小朋友 可以去的地方 好好的去看什麼叫做 就是都市的森林 我這樣講白一點點 馬英九絕對不敢去看什麼樹 敦化南北路這個樹 如果他敢去砍敦化南路的樹 他大概命都不要 為什麼 因為那邊是高級最貴的房子在旁邊 就是因為敦化南北路有這麼多綠樹 所以你看一個這種為了商業利益價值 而喪失他靈魂的一個所謂的前市長 你當然就可以知道 這個事情裡面充滿變數 我最後一件事情要講的事情是 任何樹木他都有一定的所謂的遷移的斷根 修枝 這是所有的 這是最基本的事情 如果今天一個市長 他可以容許 他為了要去蓋什麼商業價值 而忽略到SOP的話 那同樣道理 我們就可以同樣懷疑 遠雄在做任何建築這個建築的時候 有沒有按照SOP 謝謝 其實這些都是連動的 就是因為馬英雄和郝龍斌 允許遠雄去變更他的計畫 所以造成第一個他的量體擴大 所以他挖得很大很深 而且很靠近捷運 所以危及今天捷運的安全 我講大眾捷運法 為什麼特別規定 你其他的建築物的開挖 必須要距離捷運有多遠 就是因為你要保護捷運 所以今天就是同樣這個因素而來 因為你遠雄也是變更計畫 所以變成他要去砍那些事 去移動那些事 而且更要詭的 我想這是一個安排 就因為他就砍掉這些老樹 就造成這些護術人士 開始對準遠雄 所以我對他們表達最高的敬意 他們不斷地去收集 這個工程的相關的弊病 公文 會議紀錄 錄音帶 契而不捨 一開始真的像唐吉科德爾一樣 就挑戰這個巨人 可不可以發現 我那天看到 尤其先生 他是拖著行李箱來上節目 你看他的資料有多少 那我再跟大家報告一點 柯文哲當市長的時候 他就說過了 最麻煩的是大巨蛋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透過這些愛護人數 愛術的這些人士 給柯P大巨蛋很多的一些資料 所以柯文哲市長對大巨蛋的了解 很多是透過這些人 這些環保人士而來 所以他對大巨蛋的了解 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深 同時我再提出一點 遠雄今天跟台北市政府 最大一個爭議 也就是台北市政府 你最有力的一項 就是剛剛黃宇有提到了 你遠雄的施工 工期已經延宕了 遠雄提出一點 他說我工期會延宕 就是因為這些保護樹的人 去阻礙他的施工 對 這是不對的 這不對的 第一個 還沒有去移動這些樹的時候 遠雄的工期就已經慢了 對 就已經延宕了 所以他不能用這一項 來當作他 要來跟市政府談判的一個理由 台北市政府也絕對不能允許遠雄 說因為有人去抗爭 去保護這些老樹 而成為他工期延宕的一個考慮因素 這個是絕對不允許的 其實那個合約裡面講得很清楚 你簽約之後九個月內 要取得使用執照 然後三年之內要興建完成 那你光是這一條 其實遠雄早就已經不要違規幾百次了 因為當時為什麼在2011年6月30號前 他要趕快取得建造 因為議會有個決議 你7月2號前 就拿不到建造就解約 那議會為什麼要做這個決議 你不要以為台北市議會很無聊 沒事去限定一個日期 是因為已經拖太久 拖到台北市議會都受不了了 才會逼市政府 所以其實遠雄早就已經有違約的事實 這個非常的明確 那將來我相信遠雄應該也會 用一些很多奇怪的原因 因為我們之前還看過 他有一個工程延宕的原因 跟市政府申請展研的原因 是說因為我挖到古蹟 可是後來呢 大家去查發現說 照文資法的規定 你挖到古蹟之後 第一個台北市第一個 要通報單位叫文化局 然後趕快請文化局去做古蹟的鑑定 可是遠雄告訴你挖到古蹟之後 就沒有下文 那到底是文化局 私職沒有去做鑑定 還是這個挖到古蹟 根本是騙人的 只是他工程延宕的一個原因 一個理由而已 所以我是完全支持台北市政府 應該對遠雄 採取比較強硬的態度 當然以我個人來講 我的第一志願是把大巨蛋給拆了 就恢復到森林 把那些老樹再請回來吧 阿黃 講到這個拆蛋 因為下午這個遊行的 有相當多的人參加 那山山議員 就你的評估 現在反正不是拆商場 就是拆蛋 那有人覺得商場跟蛋一起都拆了 因為這件事情做決策之前 我相信我一定要經過議會 你覺得議會現在的分佈的意見 會是怎麼樣 各位 這個BOT案從來不經過議會 所以我們才會這麼痛苦 這是我十年前開公聽會的資料 各位看一看 這個樹有多漂亮 當時的松菸是長這樣 我們這邊的問話就是 台北市中心的最後一塊進途 為什麼依舊難逃財團唯利是圖 極度商業化的魔爪 山山議員我在想說 這件事已經到今天為止 因為社會已經高度監督了 我的意思是說 這完全是市政府的行政權 也就是說它不需要經過市議會 因為它並不是一個法案 也不是一個預算 但是我相信這件事情 重大決議應該會徵詢議員的 我想我們也可能在議會會提案 OK 你覺得 然後要求市政府做什麼樣的決定 我覺得以現在的狀況很簡單 拿不出安全保證 其實就是菜單 如果很簡單 就是宋主席講 該拆就拆 該查就查 該關就要關 國民兩黨 現在看起來國民黨也不敢捍衛 民進黨當然也無所謂 因為這個時候 誰敢幫把安全拿來開玩笑 我覺得這是沒有什麼好討論 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在我們剛剛看到了 不管是大巨蛋 或是發生什麼非案 或是發生了法律上的 間解爭議的時候 我們常常就會說 大法官實現 或者大法師 但是現在 如果連大法官的提名 還有他組成的成分 本身都有違憲的嫌疑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限制問題 所以在今天我們還是繼續的要來談談 大法官提名和任命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 司改會會認為 馬英九總統這次的提名會變成 你讓我當總統 我讓你當大法官呢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這個林俊逸這位大法官 我們看到在司改會的部分 大家認為林俊逸因為 曾經在一個案子當中 就是在馬英九總統的 特別廢 特別廢案子裡面 判他無罪 所以他是不是應該 而且高度的爭議中改判無罪 所以他是不是應該要 稍微迴避一下 我覺得是這樣子 如果我是馬總統 當然我不是 所以無論程序上 實質上司改會都認為 林俊逸要知道 利益迴避才對 但令人遺憾的是 他竟然接受了提名 所以司改會表示 反對酬庸性質的人事案 但是我們看到 在這個星期的最新發展 居然是什麼呢 最新發展是 馬總統非常的強硬 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他最後任期 似乎他要推一些 他這個非常堅持 但是不能夠違憲 也不能夠違法亂計 所以不管外界的爭議 再怎麼大 馬總統他非常的堅持的說 待遇行使職權是違憲 所以我必須要這麼做啊 雖然說任期只剩一年 但是還是必須要提名 新的四個大法官啊 他要必須遵守憲法啊 OK 而且呢總統還說 不只他喔 他說立法院也是喔 立法院如果待遇行使職權 也是違憲的喔 所以呢馬總統是在暗示 立法院必須要來行使 他們的同意權 OK 讓這次的大法官提名 能夠是不是過關 對 但是我們也看到 有很多的人在這裡猛搖頭 這個問題為什麼大到 必須要所有的 這個觀眾朋友 台灣的全民來做檢驗呢 是 因為被提名人林俊宇 我們剛剛談到 有被懷疑是仇佣 但更擔心的是 從2008年馬總統上任以來 你知道嗎 本屆司法院的政府院長 和這次提名總共全數加起來 15位的大法官全部都是由一個人 就是馬英九他所提名的 這個是個很大的危機 所以呢司法改組引起軒然大波 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 美國曾經發生的事情喔 那是在什麼呢 羅斯福總統連任之後他所推動的 但是呢在那個時候的美國喔 是副總統來帶頭反對 讓這個法案呢後來是宣告失敗的 對 但是馬總統現在要硬槓 我們看到這個硬槓的狀況之下呢 這個明年五月卸任仍然掌控這個國家 那麼舊的民意依舊掌控著新的政府 等於是馬總統說綁架了這個國家 這個是一個大學的法律教授 他所寫的一個評論啦 他認為立法院應該基於憲政跟民主的原則 退回這樣的一個提名 好讓下一任的匯聚新民意基礎的 總統跟立法院來提名大法官 好這個有關於這個林俊毅大法官的問題 所引申出來的問題 我們就交給林俊憲 第一個啦 馬總統如果你提了 那你才是違憲 你現在正在違憲當中 因為我們大法官的制度 其實主要是模仿美國 把美國那一套引用過來 那美國的大法官啊 各位可以看到 很多人在提起一些憲法爭議的時候 經常引用美國九位大法官的 過去所做的一些解釋或者一些判例 對 可見表示怎麼樣 他們公信力啊 可信度啊 沒有人會懷疑啦 而且也不容許被懷疑 那今天我們美國這一套有一個很重要的憲政精神 就是任其交錯嘛 你要讓不同的總統有不同提名的大法官在裡面 才不會造成所有的大法官都是同一個總統提名的 很可能會受同一個總統的意志影響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憲政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 在美國有的時候共和民主兩黨輪流執政 那他希望說有些東西是超越政黨 超越個人群帶關係的 所以才會有這種所謂的交叉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按照美國的公理的話 也是如此在台灣 所以副總統我對你應該跳出來跟華總統說你不要這樣 為什麼 如果按照羅斯福 你的意思是說他接下來要連任 接下來要繼任總統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全民應該好好思考的問題 這是不是馬總統個人大家的好惡 或者是對於國民兩黨個人的好惡 每一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要把它放在更高的位階去看 這個國家之大法應該怎麼樣超脫個人 我再說了 馬英九說他如果不提名就是危險 錯啦 當時當年啦 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民進黨提名的建造委員 對 國民黨全部封殺嘛 陳水扁也提名過大法官嘛 為什麼今天會可以造成你馬英九全部都是你提名的 就是因為當時陳水扁提出來被國民黨擋在立法院嘛 對 所以啊馬總統 你不要開口閉口就是憲法 你正在破壞憲法啦 而且大法官不容許他的公正性受到一次次的質疑 剛你提到那個美國歷史非常好 其實我覺得大法官歷史最好的是 美國曾經發生了總統大選的危機 就是高額 高額跟小布希在選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要驗票嘛 驗票下去可能要好幾個 而且那個爭議很特別 沒有當選人喔 小布希的家鄉 對 就在台灣的話給人打起來了 結果美國五位大法官裁定就是小布希贏的 所以後來小布希雖然被諷刺為你是五票當選的總統 可是呢全美國都接受 美國不是一般國家耶 世界的老大耶 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他的總統就是這樣 由大法官五位來裁定他當選 我很難想像 如果有一天台灣是15位大法官來裁定誰是總統 我看台灣會大亂 會暴動 所以 因為這15位大法官的來源 大家就已經一路之一 對 所以維護大法官的公眾性是我們大家的責任 尤其是總統 馬英九你現在怎麼可以開始就要來破壞呢 而且我也認為這位林俊麗大法官 你應該要拒絕 因為你已經自取其辱了 你本來你跟社會說你拒絕了三次 對 那表示你知道為什麼要拒絕吧 那第四次呢 拒絕的理由就消失了嗎 大家都很清楚嘛 你就是因為當時裁定馬英九 那個特別會無罪嘛 那跟你同樣的當時的庭長 因為姓張的庭長 他堅持拒絕到底嘛 對 他到現在 他完全 你看他就不當大法官嘛 我覺得這個就是 就是某種程度就是他對於法律 或者對於公平正義的一個堅持 那我覺得馬英九你也自取其辱 現在很多人又把你當年這個特別會案子 再拿出來看 大家都知道喔 當時馬英九的特別會 其實是非常清楚的 你把特別會拿回家自己用 還錄了你個人的戶 你個人的帳 當時的社會氛圍 其實跟現在大不相同 對 很多人就算知道馬英九這樣子 不過當年的馬英九 是國家的救星耶 當時整個司法 為你馬英九一個人服務耶 法官的審判啊 特別享受一個大水庫理論 大家還記得吧 大水庫理論就是馬英九拿了一千多萬回家 可是他又捐一千多萬出來 別忘記了 馬英九捐一千多萬是捐給誰 捐給他的基金會 對 自己捐給自己 你看 而且軍事人這個大水庫理論 這理論全國只適用於一人 沒有錯 可是當時社會也接受 為什麼 因為當時氛圍認為馬英九是 台灣未來的一個救星啊 是台灣即將當總統的人啊 而且他是被逮到之後才捐 這個事情 能不能夠試用大水庫理論 如果現在馬英九剛被發現 那他死定了 整個氛圍不一樣 所以我今天在 那同時我再講一個大法官 我認為這位庭長要拒絕 也有一個因素 他們五個人最高法院裁定 這個案子定驗馬英九無罪 是在什麼時間 2008年4月 當選後就職前 那馬英九在五月就職 那等於是送一個禮物給馬英九 我想請問你們五個人 扪心自問 有沒有這樣一個想法 是不是就是因為馬英九即將要就任了 OK 你就把他們裁定無罪定額 讓馬英九很高興的 可以來就任總統 對 所以雖然名字只差一個字 你還是要打臉那個林俊毅 我希望他自己拒絕啦 繼續拒絕啦 拿出你司法官的風符來 大家都要不要再叫林俊什麼來 剛剛不是談到那個吳敦毅嗎 吳敦毅根本沒有那個膽子去 去跟這個馬英九說NO 但是他確實有這個膽子去跟陳水扁說NO 其實我們這樣講 來這個網路最有效的東西 就是你把打吳敦毅打陳水扁 再打大法官 你就會出現這篇文章 所以我們剛剛說吳敦毅怎麼可能 會去跟他的馬總統去執行意識上的不同呢 因為當時他就是幫了馬英九做了很大事情 我們知道當時的氛圍是什麼 2008年那時候之前就是 就是現在大概是2017年 那時候陳水扁也有四個大法官可以提名 那時候他要提名的時候呢 藍營是幾乎是就是瘋狂性的去攻擊陳水扁 瘋狂性我一點不管 因為如果你在打另外一個欄 這邊再打一個欄字的話 你就會看到那篇文章 是完全瘋狂性的攻擊這個民進黨 怎麼可以15名大法官全由陳水扁來提名 那一樣的事情 佐菲金氏 吳敦毅曾經炮轟 阿扁提名15大法官 違憲喔 違憲吧 這違憲放大一點 我們知道這個馬英九號稱 事實上也是 他是這個哈佛的這個法律學博士 那我不知道一個法律學博士 他的憲法的概念是這麼糟糕嗎 來我們再看一下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怎麼批判這個陳水扁當時做的事情 他說如果這次15個法官全是有陳水扁來提名的話 在這邊看一下 那麼殭屍會造成什麼東西 你很清楚喔 這是吳敦毅當時講的 我們把它放大 超精彩的 就是獨裁專制下的憲政體制 毀憲亂政制集 也會讓台灣的民主徹底的蒙羞 這是當時以吳敦毅作為國民黨的秘書長 帶領了一堆藍營的所謂立法委員 群起而攻之 用了字眼 馬英九你看清楚了 來就是獨裁專制下的憲政體制 毀憲亂政制集 也會讓台灣民主徹底蒙羞 所以我們這樣講 這個真的 過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還記得馬英九以前說 這個18%的總統怎麼繼續做總統 他做到幾% 9.2% 還不是聚幹總統 他說什麼 633沒到的話 會捐出一半的薪水 放屁根本就沒有 所以你要要求像這種人 說這個按照憲法要做什麼事情 我這樣講 現在你在要求馬英九做什麼 做任何事情 就原木求魚 因為今天他屁案一大堆喔 那我們一個長 所以現在我知道前任職很好玩 就是現任監察院長 我不想聽他的名字 因為他也是一個牆頭草 這個監察院長跑去見那個 就是王金平 那見王金平是幹嘛 因為我們知道 11名的監察委員 還沒過關 那他就去找王金平了 王金平說一句話說 現在不宜 我就覺得奇怪 這個監察院長不是當時 要砍掉這個王金平的那個人嗎 怎麼會厚著臉皮去找王金平呢 真是舔不知恥喔 因為當時王金平的事情 他有辦法 他半夜把他那個文送出去嘛 對對就是他嘛 就是那個人嘛 就是那個人 就是要送公文之後 當監察院長嘛 然後很可惜 他以前在嘉義市的時候 其實還是蠻富有大家 曾經風評不錯啦 對 不過有人說因為 板盪勢中貞嘛 對 不知道為什麼在政黨輪替的時候 他就是飄移的那樣 所以我相信可能 蔡英文當選總統的時候 他應該會改變態度 我們知道這種人就不用多說 可是他接著跑去找了王金平 就是說這十一期監察院 我們要把他提名 你這歷史倒過來 你還記得當時阿扁 在2006年的時候 他也提了就是監察院的 這個所有的這些院 這些監察官們 好那但是監察委員 但是當時藍是說 我就不讓你過 怎麼時空倒過來 是藍的覺得不要讓你過呢 可見馬英九這個人 他倒行逆時已經到了 幾乎大家沒有辦法再接受 我相信 王金平應該會秉持這個原則 因為他必須要選總統嘛 他應該不會讓這四個法官 這麼輕易過 如果這樣的話 那事情就不是馬英九了 這四平就是王金平 那我最後再做個結論 因為我知道您荒藥講 我也不知道佔他喝時間 好 這四個人 當然我們必須說一句 黃鴻祥其實他基本上 是非常關懷弱勢 他是對婦女團體有很大的一個幫忙 我們不能不說他們這四個 除了這個人以外 因為這個人我不提 這三個人其實他們都各有攻擊 但是我的重點來了 既然你們在法律上面涵養這麼好 而且你們同時要將來解釋憲法 那我請問一下 你們三個是不是可以拒 拒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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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耻 为什么说无耻呢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将来是法官 要解释宪法 现在已经违法乱纪了 你还要去当法官 那对不起 那你过去所努力的事情 我们只能说 真的是为了当大法官这件事 几乎忘记你自己是法律专宅 然后最重要的事情 所有法官 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这世袭 不能再由马英九来提名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任何的一个宪法的案件 必须有三分之二的法官同意完之后 就会成为这个所谓的法律条文 类似宪法条文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那么在乎这世袭 不能再提名 OK 我觉得这个大法官的四个提名人 这个时候正是他们展现高峰谅节的时候 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 草上之风必演 我觉得这个时候 他们如果能够站出来 说明他们自己的立场 我觉得这对社会大众 或者对我们整个法治教育来讲 会立下一个非常好的标准 我想全民都在等待 这个大法官的四个提名人 这个时候正是他们展现高峰谅节的时候 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 草上之风必演 我觉得这个时候 他们如果能够站出来 说明他们自己的立场 我觉得这对社会大众 或者对我们整个法治教育来讲 会立下一个非常好的标准 我想全民都在等待 您的话 法律人的终极目标 大概就是当大法官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好的机会 掉到自己眼前 我相信这四个人 绝对不会拒绝 所以我已经帮他们回答了 彭P刚刚的话 回答了你的希望 你意思是说他们只有一种选择 他们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 大法官 你这个机会已经到门口了 我想他们不会放弃的 法律人还有一个选择 就当司法黄牛 对 当然也可以 那马英九的宪法像麻吉一样 他从来不会遵守宪法的 刚刚大家讲过 监察院 监察委员为什么停摆三年 因为他主导的国民党 在立法院卡住了 然后呢 大法官为什么到马英九任内 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 前面的总统没有发声过说 所有大法官是同一个总统提名 为什么到马英九任内会发声 就因为他卡住人家的大法官 而且他还自动把大法官任期延长一年 因为2007年那一任 就任的大法官 因为马英九的主党 所以到2008年才就任 可是照理说任期要从2007算起 8年应该是到今年 结果他把它延长一年到明年 所以他连宪法规定的大法官任期 他都可以延长 马英九你不要跟我讲宪法 你根本不懂宪法 然后再来 有一个更严重的现象 2016年明年的520新总统就职之后 在他的头一任的任期里面 四年里面 我们的五院里面有三个院 监察院考试院跟司法院 是全部是前任总统提名的 这是一个宪政危机 宪法赋予总统提名这三个院的权利 可是这个权利却被他的上一任总统给剥夺掉了 这也是马英九干的 这都是他干的好事 那再讲讲这几个大法官的资格 林俊逸 特别费的案子 后来为什么最高法院无罪定验 其实这个当时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因为一二审判无罪的原因 是因为一二审的法律见解认为特别费是失款 是实质补贴 所以马英九临走了之后无罪 本来就是我的钱跟薪水一样 但是对不起 最高法院林俊逸是当年的受命法官 五个合议庭他们认定 特别费是公款不可以失用 那为什么判马英九无罪 因为他们认为 侯宽人你用的起诉法条是错的 因为侯宽人是以诈述诈取财物 对 他认为马英九没有用诈述 所以起诉法条错误 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这个人 我的手上这支笔明明不是我的 我可能是去偷来的 只是因为你找不到我去窃盗的证据 然后就说我是无罪的 或者法官判的法条错 对 照理说以正常一般的法学的程序来讲 你最高法院你既然认定 特别费是公款不可以失用 而马英九已经有失用的行为 但是只是法条你可能引错 你应该正常程序是发回根审 而不是直接裁定他无罪定业 所以当时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原因就在这里 OK 年华你知道最近几天 我才碰到一个台大的院长级的人 他因为就是国科会有一群人 一群学者发票的案子 他被还起诉 然后赔六万块 他非常的沮丧 他所做的事 不过就是那笔钱是国科会的钱 他并没有拿来做私用 只是因为那个发票的 和销的项目不一样 明目不对 这样就被还起诉 是有前科的哦 被罚了六万块钱 不过就六万块钱的这个发票 明目不实 对 一个大学的院长级的人 遭受这样子的一个司法判决 而我们的总统就用大水库理论 就把这些公款私用的事情 就给了结了 那小老百姓怎么会信服司法呢 所以你说林俊逸当时那个判决 你说因为何一廷五个法官 虽然他是受命法官要负最多的责任 好吧那你算五分之一的责任好了 可是最近被大家找出来 林俊逸以前干过一件事 就是他在当检察官的时候 没有依照法定程序传唤 居提再通气 他是直接传唤不到直接通气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侵害人权的事情 我认为担任大法官的人 在他过去的人生的经历当中 连这一点点小瑕疵都不可以有 尤其大法官是国家捍卫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们今天多少的法律案 宪法解释案都是因为大法官的解释 包括我们常常会碰到的509号四线文 言论自由 还有被宣告为违宪的集会游行法 这些都是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这个大法官的成员里面有一个人 他对于人权是如此漠不关心 如此的漠视 这种人根本不适合担任大法官 我记得欧巴马在第一任的时候 曾经提名一位大法官 他后来被发现做了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在很多年前 大概20年以前 他家里曾经请了一个非法移民当帮佣 就这么一件小事 后来这大法官不用等国会审查 他自己觉得很丢脸就辞职掉 不是红线违规林庭 也不是 这个比红线违规林庭 还要稍微严重一点点 所以呢 这个事情 如果说美国的大法官 他可以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 那我们台湾的大法官 因为大法官最重要 除了他的法学素养 对宪法认知之外 我认为大法官很重要 他的人格跟他的道德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容许大法官 有任何一点点的道德瑕疵 而且我认为 我真的呼吁立法院 这四个同意权千万不要通过 留给下一任的总统提名 其实我们也在看 立法院怎么样 每一个委员 我想全民都在看 每一个委员 不管投赞成票 或投反对票 你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我想全民都在看 大法官其实就是 国家最崇高的地位代表 所以他提名了林俊逸 摆明了就是要报恩 否则凭什么 没有什么理由 非林俊逸不可 总是有其他的人选 法学素养也很高 这个人权保障的概念也非常的充分 然后他的人格上面 如果要改名 不要改太多字 就改个县也可以 对就是至少你不要跟自己 有这么切身的关系 就毕竟他审理过你的案子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体制上的问题 就是说你既然当初设计大法官的任期是交错 使得同一个总统不能够噼里啪啪提名所有大法官 马英九就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这四个人就不可以接时 不可以答应马总统的邀请 说我要提名你 因为这四个大法官现在正在进行一个违宪的动作 所以你是要解释宪法的人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的答应 其实就是正在进行违宪的行为 那所以把问题放大来看 我觉得马英九是慌了 就你看他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以来 不断的处理人事 他其实每隔一段时间 我们就会看到发布了一些新的人事 包括了军情调 这个法界的 然后外交人士的 国营企业的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在很急着 在做一些人事上面的布局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他下台之后需要全方位的保护 那个保护的程度必须要很充分 所以他才会在各个领域当中 都急忙着赶快摆上自己的一些人 其实你讲对了 我觉得最后我们大家来订一订 在未来的一年当中 最高法院的法官 有没有很多的调动 对 所以我会觉得当这个大法官的提名人事案 送到立法院的时候 立法委员不可以审 因为立法院如果审了 其实也就是配合着他们进行一个违宪的动作 这件事情从头开始就是违宪的行为 所以你接下来不可以有任何的程序让他有进度 所以国民党的立委 反正现在马英九也已经被你们抛弃的差不多了 所以当马英九指着立法院说你们不能不审哦 你们不审就是违宪的时候 再抛弃一次也没差 对再抛弃一次没差 不要让你们的民生跟着马英九一起陪葬 清华 其实我在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有点感慨 为什么有点感慨 我想说马英九是不是都躲起来了 因为马总统其实在法律圈有一群很固定很 就是他很信赖而且很倚重的人 不管是陈长文也好 不管是李念祖也好 特别是李念祖 我曾经是他的学生 他非常重视宪法 而且他也非常重视人权 那尤其是宪法 他其实每次在教我们 告诉我们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制衡 因为所有的权力其实都需要互相制衡 你不能让单一的权力太大 单一的权力太大就失去制衡原来的意义 那换言之 其实以大法官来说 为什么他是由不同的总统来分别 去提名其实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制衡的概念 所以你才透过镜头在找你的老师吗 我也想请他出来好好的告诉马总统 把这些宪法概念重新再教他一次 因为其实制衡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基本的原则 那理论上一开始国家大政定下来的制度 本来就是这样子 一个总统去提名一部分的大法官 下一个总统再去提名一部分的大法官 所以两边才会存在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意见才有办法平衡 才有办法制衡 才有办法反应多元的这个社会的状况 可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假使今天台湾因为马总统的关系 导致大法官的提名 通通都出现在同一个总统任内 也通通只有一种声音跟一种态度的时候 那未来的事先案 我们这样说 未来的事先案请问一下 人民要怎么信任他 他要怎么让人民相信说 这个东西是平衡后的结果 当大家对这个事先案 未来的事先案会提出疑虑的时候 那请告诉我 这国家对国家机器的基础的信赖 是不是被破坏了 假使人民对国家基础的信赖被破坏了 那请告诉我 这个政府未来 如果从行政机关到法院到大法官 未来对老百姓都没有公信力了 那这社会会不会陷入一个很混乱的状况 我再补充一点点 就是说我觉得制度的设计是这样子的原意 可是他防不了小人 就当小人如果要恶搞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可以这样 像马英九这样子恶搞 譬如说你看 他每一次提名人士都有问题 考试委员有问题 监察委员有问题 现在连大法官都有问题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马英九这个人 他其实起心动念 其实不是为了国家的制度 国家的监督制衡这些的完整 他其实就是在摆上自己的人马 他需要保护 所以他才会创造出这么多的问题 那刚刚提到吴敦毅 吴敦毅当然是附和马英九 他是审舰小组的召集人 然后每次审舰出来的名单 这是多清白多干净 结果还不是问题一大堆 所以我真的觉得 重点是在于 现在这个总统搭配副总统 就是小人 就是我们明明是很好的制度的时候 可是你就是故意要在那个制度当中 钻那个缝 钻那个漏洞 然后造成国家 可能是宪政的危机也好 可能是制度上面的倾斜也好 就是因为有马英九这种人 所以奉劝你只剩下一年的时间 你乖乖的去睡觉 不要干嘛 我觉得对国家危害会比较少 我补充一下 应该这么说 这是一个充满政治算计 或者法律算计的一个大法官提名 为什么这么说 你会想过一件事 在一个尤其是最高法院 当有一个人被调去当大法官的时候 就要立刻从别的地方去地府这些位置 所以当他产生了三个大法官的位置变缺的时候 他所产生效应可能牵到九个重要的位阶的变化 包括可能就是我们说最高法院的法官 或者庭长之类的 那你不觉得在这个时候 做这个动作目的在干嘛 尤其在最后一年 因为我们都知道 马总统可能在520那一天的下午 他可能就因为最起码不要说什么 就为了他这个当时的这个泄密案 可能就要被司法调查了 那么现在更多的案子 包括大军阵查查 马英九绝对跑不掉 所以有更多案子 一旦马英九在他卸任那天 没有办法坐直升飞机 立刻飞开台湾之后 当然蔡玉珍说是做不到那么久了 弯流吧 直升飞机 弯流 可能美国还要准备一个航空母舰接他之类的 或者中国大陆北京需要 我也不知道 但是重点事情是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 你把一个高等法院的法官 为什么那么急的 要把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林俊毅 因为林俊毅现在也是市民地方的院长 他调走之后 整个地方就做升迁 那你一旦升迁的时候 会不会最重要的 这个最高法院里面的人马里面 有很大的几率 是跟马英九有关的 那我们知道 在法院是用抽签的 当你越多的 所谓的高阶的这个法官 都被马英九给提名的话 那万一这个时候到了三省 正好抽到签 就是马英九的人马 大法官在帮他护航 不用正好抽到签 他们就是会让那个签落到某个人身上 那我们这样讲 今天我还是强烈的去批判 这四位准备要去当会大法官的 因为你将来是要执行宪法 在陈水扁已经有案例 我们知道很多的案例就是 你在之前形成案例之后 后面就变通则 既然1997年当时宪法的这个改革里面 就要求一个总统不能任满15位 那么在陈水扁年代也被要求这些事情 它就是个惯例 而你身为一个所谓的法律素有血氧的人 那你真的大法官你这么需要 你可以等着马英九的蔡英文再提名 好了 但是我要说一句话 为什么马英九这么可恶的原因是 因为上次我们这边有人就提到了 你看他整个可以提名的名单是多到不行 那这么多的名单里面 竟然他还要找这些有的值得正义的人 那答案就清楚了 目的很单纯的 就是要把这个人员调间的时候 对他有很好的后卫力量 好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 高等行政法院的一个判决 它是针对我们资讯公开提供的那个部分 那他是说我们应该要提供那个 因为是台湾人权促进会 他去提出的一个告诉 那他希望能够公开的阅览我们的那个会议记录 那所以高等行政法院判决的是针对我们资讯公开的部分 并不是针对我们课纲的内容 以及我们在修正过程当中的程序这个部分判决我们违法 好 所以这是三件事情咯 一个是程序的问题 一个是内容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个不公开的问题 对不对 资讯提供的部分 对 资讯提供不公开的部分 所以你认为资讯提供不公开的部分是违法的 并不会去阻却这个 就是它的内容的真实性 或者它的这个过程的合法性 您的论点是这样吗 对不对 不是 其实应该高等行政法院有它的法律见解 可是我们依法也是可以起起上诉的 所以我们其实认为它的判决已经违背法令的唯物决定 所以我们已经在今年的3月11号提出了 向高等行政法院提出上诉了 好 那这么一个争议的事情 那为什么要赶在这个时候 让教科书5月就要复营8月就要使用呢 是 其实我还是要说明的是 我们这个课纲的微调在去年的103年的2月10号就已经发布了 那当时发布就已经说是104年的8月1号 也就104学年度就要实施 那按照刚刚我们的说明 高等行政法院只是针对我们资讯提供的部分 认为我们应该要提供 所以并不是针对内容跟程序的部分 所以我们还是要依照我们已经公布的这个时程来实施我们的课纲 课纲审定的过程当中这些王圈圈 孙圈圈 这些人是谁定的名字 就是说这些人是谁来选定的 谁挑的 这当然是我们依照这些委员的专长 以及他的身份属性 教育部 因为他是教育部组成的一个审议会 对 所以是教育部的主秘呢 教育部的部长呢 还是教育部的次长去提供这个名单呢 教育部是一个行政部门 有他就是做成这个行政决定的一个程序 好 这个程序是怎么组成的呢 我们的课纲的委员 其实他是一个人才资料库由各界来做推荐 所以是电脑警 人才资料库 不是 不是嘛 这个是由各界推荐之后 我们有一定的机制推荐 好 最后是谁派版定案的呢 我刚已经说明了嘛 这个是我们教育部的一个行政职权 这是我们在三天前呢 call out的时候 问这个教育部的国教署的高中职组的组长 为什么克刚的选定作业要黑箱作业 他的回答 好 为什么克刚选定这么重要 因为克刚选定之后就决定了高中高职的历史啊 公民啊 这些社会科目 他们的内容要怎么写 来我们来看看坊间卖的这个教科书啊 这个教科书呢 以前的教科书是怎么写的啊 就是上一期的教科书 他说签订和平协议啊 这件事情啊 然后不啦不啦 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从过去到现在 经常是国民党的执政党 因为他的体质健全民主清廉与执政能力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觉得现在有点摇晃的话 因为不是地震 是因为看这个克刚如果有点不舒服的话 我们再代表真经现实批 向各位致歉 好 那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教育部要用这种黑箱作业的方式 来改这个高中生的课本 他到底在想什么 同时他又在怕什么 其实马英九敢在卸任前干这个事情 就是他怕洗脑来不及嘛 因为这个克刚是今年八月要实施 因为马英九明年卸任 如果因为克刚必须 换克刚必须要新学年 所以到明年的下个学年 他显然就 就是明年那个八月 八月学年他显然就来不及了 因为这个克刚的调整 为什么从去年大家吵到今年 就是因为他有几点是大家不能接受 第一 他的程序的不正义 克刚的微调或是大调整 其实这也是不称为微调 教育部教育微调其实不是 他根本是大改 他其实是六年改一次 那我们现在现有的克刚才用了三年 根本还没有到需要修改的时候 那马英九你在急什么 刚刚教育部那个组长 其实我有点同情他 因为那根本不是他能决定的事情 他只是出来 倒霉接到你们的电话 然后就只好 没有 他是被推出来回答 那就出来当于我嘛 就官室官室答复 应该最近会升官啦 应该是啦 那才三年你急什么 还有三年的时间可以使用 这是第一个他的程序不正义 第二个程序不正义 教育部对于修改克刚 其实他有一套SOP 其实这套SOP是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当时民进党执政 是国民党的立委 怕民进党的执政的教育部 去乱改克刚 多了很多本土的东西 所以他们要求教育部 你必须定一套SOP 这个SOP规定很清楚 修改克刚一个很大原则 由下而上 什么叫由下而上 比如说你今天要改高中的历史 改高中的公民 那很简单 由在高中任教第一线的公民跟历史老师 他们先提出一些克刚修改的建议 因为在教书的人最清楚 这个克刚哪边有错 或是哪边可能需要再修改 由下而上提出来之后 再到教育部有个克刚审议委员会 他有个国家教育院然后慢慢来审查 可是这一次的所谓的克刚修改 完全是黑箱作业由上而下 因为当时就有好几位委员 他们觉得说 你根本没通知我要改克刚 去到这个开会的时候 突然丢出一个议程说 我们今天来讨论克刚 突袭的 对 是用突袭的方式 你整个程序黑箱作业 这个就是行政法院 为什么会裁定教育部败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再来一个 这次改的克刚 其实离谱到什么程度 有一家叫史记出版社 去年103年2月发布这个克刚的标准 就可以开始根据这个克刚标准去印 是吗 签开的 对 这一家出版社 对不起 前年才成立 资本额只有5万 它根本就是为了新克刚而成立的出版社 那这么离谱的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 因为台湾其实印教科书的几家出版社 大概大家都很清楚 其中好几家很大都在台南 比如说什么南医书局 对 很多都在台南 史记出版社是前年才成立 成立之后没多久 教育部就公布了克刚 然后史记出版社 而且很奇怪 它不印英文 不印数学 它只印公民跟历史 OK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一家出版社资本额才5万 我不认为资本额5万 有办法成立一家出版社 然后去印教科书 这些疑点在教育部都没有跟我们说明 更何况去年也曾经发生过 当时包括郑力军很多委员 去跟教育部要说 那你开会的会议记录 跟录音带给我嘛 教育部跟你讲说不能给 奇怪 讨论克刚有什么丢脸的事情吗 为什么不能给 那在后来这些减和小组的成员 被翻出来 尤其是历史科跟公民科 减和小组的成员 很多学者的专长根本不是历史 是哲学 对 是哲学 或是说他研究的 不是本国史 他研究的是世界史 然后你叫他来编本国史的历史 这完全跟他的专长不符合 所以我认为这个克刚 我个人的看法 要用尽一切方法 去阻挡他在今年的新学年来实施 因为这个教育的课纲一旦定下去之后 你明年即使政党轮替 你也不可能在明年就把它改过来 那我们台湾的学生 我们的高中生 满脑子学的都是中国的历史 其实还有很多更离谱的 到现在讲义和团 在史记的历史课纲里面 讲义和团 讲鸦片战争 他后面形容叫做我国 请问那是哪一国 鸦片战争有发生过在台湾吗 义和团有出现过在台湾吗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 他想拿掉的东西 因为我去看那个内容 你知道连台湾被荷兰占据过 被西班牙占据过这些部分 他也想拿掉 为什么 因为他的理由是说 他没有充分发挥对台湾的全岛的占领 重点是没有发挥对全岛的什么 占领 就是完全的 共同党也没有啊 若干现实而已 他的重点是荷兰曾经占领过 台湾就无法跟中国连结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会发现他的动机很明显 他就是要把跟中国无关的那些部分 能够拿掉他就拿掉 你越去探究那个内容 你就发现越明显嘛 就荷兰他也不要 然后最后那个什么 西班牙的部分他也不要 好了 好 好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